由美濃馬後路把你進去 不要你離開 這裡放不開 千里的寵愛 我在等待重來 天空輪散來 我愛著大海 情歌被打敗 愛也無存在 君は無 無所得 無所得 5月16日在快手老鐵們的注視下 梅伊利亞與一起合作《花海》的宮玲娜相聚直播間 当晚直播间总观看人数超过了9000万 直播总点赞1.1个亿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哎呀 营牙之旅 恭喜你 有人说龚老师好美 跟小美在一起当然美了 然后我有个心愿啊 你要带我去日本 我真的没有去过日本 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啊 真的 来来来 真的要告诉大家啊 小美是我们的花海所有的动作 一开始的就转圈啊 这个手这样啊 然后到最后手还漏点缝隙你知道吗 然后没有没有贴在一起 手是这样 就感觉哎呀 我们还是有距离 因为你在日本 我在中国 最终还是要各回各的国家 啊 我就只能看着花瓣 象征我们的笑 通过这场直播 美伊里牙涨粉140万 龚琳娜涨粉50万 这并不是美伊里牙火爆后的第一场直播 5月14号 美伊里牙带着 嘎尼德利亚组合伙伴的特库 在B站举办了一场答谢直播 当天近十几分钟的时间 直播间的人气超过1000万 广场舞BGM大师凤凰传奇 更是发了一条留言 醒目的留言跟美伊里牙约饭 百大期许了 有机会请小美吃铁锅炖大鹅 最高のツアーにしていきまーっしょー イェーイ 行くよー 大好きだーって言えるアーティストになれるように これからも全力で歌い続けていこうと思ってますので このツアーも最高のツアにしようね よろしく 楽しみよー ポイント 早在乘风2023初舞台后的5月6号 梅伊里牙就入住了小红书 随后账号陆续发布了 梅伊里牙心情随即后台录制的花絮 宣传照片拍摄花絮 学中文视频的内容吸引了一大波的粉丝 梅伊里牙是拿了《浪姐三里王心灵》的剧本吗 梅伊里牙属于是歌笔人红系列 很多人没有听过她的名字 但是肯定知道她的极乐净土 当年她的花魁舞和蝴蝶步一出 堪称图战之作 最强甜妹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滞不前 小美在初舞台上用实力展现出了表现力和爆发力 用投票的结果证明了人气 扛起了二次元现实版一番女主的大吉 人气的身份 郁姐的声音 萝莉的长相 小美三重buff叠满 虽说个人实力很重要 既要表演出彩 又要能够有观众员 能够拉动人气票 但节目毕竟是最终选出道的女团 还是需要有协同队友的能力 她俩这一次的合纵 真的是王炸舞台 两个国家队级别的唱将在一起 没有标高音 没有炫技 纯纯的实听盛宴 选举是中日结合 曲目是周杰伦的热门歌曲《花海》 日本的中校界还翻唱过 小美一开口 惊艳全场 网友辣平 节目正式开始 她的歌声一出 简直是对其他人的降维打击 頑張来 梁野 往前 坑 对 我 我 他们的节目固然精彩 但线上其他人投票大多还是粉丝主动出击 梅伊里亚为啥能够这么火呢 给大家补下课哈 31岁的梅伊里亚出道20年 在11岁时 她在组合元素BG Girls开始出道 她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唱跳 这也是很多网友们在看小美演出时 惊讶为什么跳舞那么大幅度 唱歌时还能做到那么平稳的原因 她的嗓音非常特别 还拥有特技 她能够一人唱出合唱团的效果 她的唱功无需赘述 让杨更震惊的是她的创作能力 她是极乐净土的作词者 随心所欲尽情歌唱吧 让我听到你的声音 忘记时间尽情欢跳吧 经销一同尽情绽放 开得再美丽的花也有凋零的一刻 要是这样就更加珍惜这一晚 何为极乐 在小美的笔下 能够享受和珍惜当下的时光 便是极乐 而且小美对自己的事业规划 有着很清晰的方向 当极乐净土活了之后 她看到了作品 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而后和队员一起创作出了一首 中国风类型的歌曲 《桃园练歌》 这也成为她的第二首神曲 她平时私下里也在练习中文 这一次副歌开麦时 标准的发音咬字 真的能够让中国的粉丝感受到她的用心 在浪姐四的舞台 也是能够展现魅力的时刻 但节目中也有很多姐姐们 私下沟通和练习的部分 小美凭借着性格 又收获了一批新的粉丝 她流露出来的可爱 真的是让人看到就像直呼卡娃伊 所以即便她的人气 第一是在二次元的带动下冲上榜首的 但是她的表现是依然能够令观众折服的 她努力学习中文 用更具心意和用心的作品来回馈观众 一直都是在高品质输出 而不是一直重复爆款的路线 回头看看 小美现在能够走到浪姐舞台上 也是因为她步入巅峰之路时 没有迷失自己 在擅长的领域中继续生根 继续开拓职业心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 小美出舞台穿的这套衣服 是她自2021年开始 所有演出服拼接而成的 想必这件衣服也是她在提醒自己 尽管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也要不忘初心 带着最初对于舞台的渴望和珍惜的梦想 继续舞动下去吧